嗨大家好我是小微 我现在乌鲁木齐 给大家实时更新一条视频 今天是4月29号的10点了 明天我就出发富尔果市口岸 我已经离开大海盗无人区 在这个酒店已经休整了3天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放一点点大海盗的航拍 其实这一路拍了很多很多的素材 但我不想用那些跟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去赚取流量 因为以后我们还会经常在一起玩的 视频中和我一起捡无人机 帮我无人机吹沙子的那位欧老师 我们已经认识了6年多时间了 以前是在摄影展上认识的 最近半年吧 我被太多的人说来说去了 导致我家里的朋友啊 还是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朋友 我都不想就放到网上了 但之后我带人单车去到大海盗的时候 一样会给大家呈现更多的航拍视频 那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之后呢 我就会退了这个酒店 然后再去商场逛一下 给乌兹别克的朋友小龙去买套床上用品 因为他很快要结婚了 再去看一下要不给他带一点洗清的用品 像我们这个洗字窗贴这样给他带过去 这一次出国我就不带无人机了 也不会去太多国家 就去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然后看吉尔吉斯斯坦能不能过去 因为我已经订了一辆坦克300风铃铁骑 应该很快就能提车了 到时候开着我的新车 然后自驾出去 就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阿塞拜疆 也要去到俄罗斯土耳其 没有申根签的话 应该也能去到土耳其那边的 看能不能去到塞尔维亚 之后再回去办理我的申根签 就是说把车开到土耳其 或者就扔在那里 然后回国办理申根签 然后再出去 也有听说在俄罗斯也有可能 能办到申根签到时候再说吧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看实际的情况 而去变化着 但出国旅行 一直是我想要去完成的一个心愿 这是真的 在外面的中心里 我好像见益 在外面的中心里 像写字 有些我 的 我像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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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我像写字 好 到 我像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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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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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有感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